这孩子从小就懂事 你说这喝酒 这不是喝闷酒吗 这肯定有事啊 不行 李小 我呀 我今天啊 跟你们回家 我得看着她 我得照顾她 我得看着她出什么事了 干妈没事 她就是喝猛了 休息一会就好了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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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哥 这是谁啊 这一老太太让我给您的 说着您闺女 谁的 别放 别放地上啊 对啊 给我 老蔡呢 老太太她走了 扔她一包在这儿还 行行行 先拿我拿我去 行 那我先收起来 蔡瑶言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还有个女儿啊 不是 上次唐建那个婚宴上 有一女的不是怀孕了 说要给孩子找一爹 你都有孩子了 你刚才怎么还好意思 当着那么多人面 说我是你女朋友 你怎么想的呀你 天底良心 我这 这孩子跟我半毛钱 关系都没有 这 我那朋友王柯 他 他不是怀孕了 然后怀孕得生孩子 生完孩子 他得给孩子上户口 我就帮一忙 假结婚来了 你还能干出这种事 假结婚是吧 那你自己假结婚 你还好意思说 别人都把婚姻当儿戏啊 不是 小 晓容姐 这事你 少笑我晓容姐 不是 这事你知道 我去个女公司找你 然后问过你 你还说那个 救人一命 盛造奇迹浮屠 谁说的呀 那是我说的吗 我真没想到 你这人原来这么复杂 我告诉你啊 你自己的事情 没处理清楚之前 你就别再来找我了 不是 王柯 姐姐妹呀 你又姐姐姐 哎 哎呦 咱们就别说的 很好 Speaker 你现在看这个 是干吗 最后 每次都把你的 都把你师父的 都把你进去 都把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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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餐 胸痛 好 好乖啊 乖 真快用 那个 王柯怎么样了 伤得严重不严重啊 幸亏抢救得及时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生命危险的就算万幸了 怎么那么想不开怎么跳楼了呢 他感情没找了 工作也没找到 一出门 邻居就指指点点的 我出去买菜的功夫 但去 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没辙 谁家生孩子不是喜事 可我们王柯 连看都不想看着孩子一眼 你就帮我们这几天忙吧 好吗 阿姨咱能不能 让别的亲亲找个亲亲给带的 我一大老爷们 我没带过孩子 我真不想这个 我们家王柯到现在都没醒过了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端 我更不知道怎么办 我是真的冲不了身 要不然 谁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带的 阿姨 既然您叔叔大天了 我这忙也不能帮您 我不会带孩子啊 阿姨就求求你了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端 我也会消火了 阿姨阿姨 您千万别着急啊 咱再好好商量商量行吧 医生说了 过了今天晚上的危险期 好好养一阵 王柯就会出院的 你就帮我待着一个月后吗 以后 我肯定不会再麻烦你 那您都 这么说了 那我还说什么呀 那等王柯醒了 我就把他给送回来好不好 咱就一个月啊 您好好照顾着王柯 过两天没事吧 你再来看他了啊 谢谢 哎你赶紧回去吧 哎 啊 喝吧没事喝点 哎呦 我喝 瞧你那样 喝着酒算德行 喝什么喝呀 赶紧起来 上楼洗点睡觉了 哎呀没事 我这么大一个人啊 我喝点酒怕什么的呀 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事 弄得好像是你 你很委屈是不是 起来喝点水 起来喝点水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这么大人啊 没事都不是事 还是上他老同学当了是吧 我说什么来着 难闻死了 不会喝你就别喝 哪像个当爸爸的样子 喝 喝 喝吧 哎呀 林小 嗯 你跟唐剑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唐剑这肯定有委屈 没委屈他不会这样的 他还委屈 你没问你儿子怎么挪用公款 去做什么高利贷投资啊 啊 赔了啊 给家里带来多少麻烦 这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妈 你赶快回屋睡觉吧 不是 我怎么睡啊 是啊 妈 那你给我搭扒手把他扶上去 让他上楼睡觉去 哎行 起来走走 哎呀干啥 一二 走 哎呀别拦我了 我让孩子 哎呀听话孩子 听话 来来来来 你自己走好我告诉你 我我们可扶不住你来我弄 哎呀你别拦我呀 我还想再磕一下 什么 五十万 还挪用公款 这唐剑一下很稳重的呀 而且他是学财务的 怎么能做这么冒失的事呢 小 你跟妈说 他一共赔了多少钱 现在看来就是这五十万 以后这钱能不能追回来 也不好说 其实吧 这点钱倒是也没什么 就是吧 临时的一下子赔进去了 有点让人抓瞎 现在手头剩的这点钱呢 也就足够 明年交个上半年的房租 还有物业费的 我就怕临时有点什么用 这不就 这不就没有钱周转了吗 我 小 妈那呢 还存了点钱 还有你公公的退休金呢 我都没敢花我一直都留着呢 我给你拿过来啊 妈 我跟您说这些真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你问我吗我才说的 其实 我在加加班 把那个图纸再往前赶一赶 钱还是能周转过来的 你就别担心了啊 真是林小 我觉得这唐剑真是太对不起你了 他醒了以后我跟你说 我好好的得说说的 我问问他 你可千万别问他了 他现在比谁都上祸呢 他也是被人给忽悠了 就让他投资这项目这人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他那老同学老吴 这不是被人杀熟了吗 重新的 桃花 桃花 不是没车 我带你找你妈去好不好 啊咱也能送我来坐 走找你妈去 老 Bib 您洗了 哎唷 睡过去了 现在几点了 喝多了就是 那这前面是怎么回事啊那 那刀刀片我就走 我记得好像是 咱们一家老小 去给那个孩子过百天去是吧 好像那个余晶 还有徐之乐是吵起来了吧 行了 您别打了 我直接给您讲讲故事经过吧 好吗 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你喝多了 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 我还能破裂呢 那可不是嘛 这没镇压我一下啊 那我哪敢呀 你当时造反了 造反了 真的 嗯 我不会把五十万那事 当这么多人给说出去吧 那那说的太丢人了那 那倒没有 不过我要告诉你个消息 您的母后 已经得知了关于五十万这件事情 你就等着受罚吧 还有 趁慌乱之中 大菜捡一闺女 这么多事呢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来 来 清醒一下 别闹别闹 这头晕着 喝那么多难会晕吗 一会儿你下楼啊 你儿子一闻到你 立马酒后晕过去了 哎呀你给这倒点水去 大菜捡一闺女 哎呦真不行 你听听 这两口子从一静儿就吵到现在没停 你现在要是静儿呢 就是添乱了 看我怎么就多说那句话呢 我呀 说不定明天就该走了 这孩子老哭 我就是想让余音给我 喂男口奶就行 真的不行啊 这两口子现在吵 不就是喂余音 不喂奶吵吗 余音没奶了 自己的孩子都吃不上 更别说别人的孩子了 你去吧 我得赶紧去看个小满 别让他俩把孩子吵醒了 又搞瘋了 你走吧 有你这样的吗 动不动摔东西摔东西 躺什么能饿你 少在我面前耍大男子主意 别跟我来这个 我另找找吧 我信邪 你干嘛就不配当这个妈 哎 来了来了 谁呀 大菜 快点 你这 大菜 这到晚上怎么回事啊 你这这 我说你看吧 这孩子老哭怎么回事 我说真没 怎么还 你怎么还在这 干嘛 你看 这 这 我以为糖豆哭呢 就是 我们磕着的孩子 放我那儿 我哪儿带得了 我就给送这儿去了 干嘛你 包着照看两天 那现在我们家的情况 也比较复杂 对 对我们这儿还忙得 一锅粥似的呢 你把孩子放这儿 你这 干嘛 王柯跳楼自杀了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让他妈在那儿看上呢 孩子没人带 就放我这儿了 我一大老爷们哪儿看得了孩子 我就把放这儿来了 你给帮着看几天 干嘛 不是不成 这事吧 我这家伙做不了主啊 我跟你说说实话 要是别人的孩子 我还能看两天 你说王柯了 大菜来了 这谁家小孩啊 这不是大菜捡那闺女吗 怎么到这儿来了 大姨 抱抱 抱抱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你看你看 一见着林小子就笑了 刚才还哭呢 你一抱就不哭了 是吗 就放你们家几天 不是 别人把孩子放你那儿了 你不能再转嫁给我们家呀 对 大哥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不是就是为了你们俩的婚礼 我才招上王柯了吗 我要不招上王柯 你说我有这么多事吗 是不是 你不能说这话呀 这孩子是王柯的 大菜 来 过来干嘛跟你说两句话 过来 不就放几天 过来 你听我说呀 这唐靖跟林小啊 这刚和好 你说你这别添乱了 干嘛求你了行不行 我求你了 我自己想办法的 干嘛对不起你了 走啊 哎 那谁 送送大菜吧 哎 你说你们俩可真够铁石心肠呢 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你说你这人吧 哎呦 给孩子也不弄个安全座椅 要伤了怎么办呀 都绑好了啊 回头你赶快买一个安全座椅 这孩子太小这样不安全 哎行了 既然你们俩也不帮忙 你就让我跟这小姑娘自生自灭吧 不是 瞧你这话说的 慢着点啊 路上慢点开啊 哎呦你说这妈可真是够狠心的啊 这么娇嫩一小姑娘 就让大菜这曹老爷们儿带着 这得受多少罪 那怎么着 我给大菜打个电话 让他再给送回来 打住啊 这女的给咱家贴了多少麻烦 还是羡不顾乱 大菜说啊 这王柯不是产后抑郁了吗 你说这姑娘 钱也不是这样啊 怎么现在开始钻上牛角尖了 来吧 哟 你知道的挺多呀 对他挺了解的 你这说什么呢 酒话酒话啊 酒醒啦 醒啦啊 现在醒酒这么快啊 回去再喝点啊 干嘛 还真别说 大菜抱着那小姑娘 那眼睛跟你眼睛有点像 你肯定病啊你这是 你才肯定病啊 差不多赶紧睡吧 你说 王柯他家孩子可真够可燃呢 这么小的孩子又没人管 真是过倒霉的 是啊 我这一晚上就惦记这事呢 那个大菜走的时候 我给他教那个怎么样换教部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 真要是不行的话 那孩子可是受罪了 我就知道你在惦记这点事 你也不想想 大菜他一个单身汉 他连婚都没结呢 他怎么可能会带孩子呀 哎呦 估计这一晚上难为死他了 哎 老婆 要不然咱把小童给接过来吧 打住啊 咱这位不是输中所啊 也不是慈善机构 咱们自己家还有个孩子呢 哪照顾的来呀 而且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那王柯远打 那有个净倒霉的事 要睡觉 睡觉了啊 睡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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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说 这大菜晚上会哄孩子睡觉吗 那他也不会哄的话 这孩子不得哭一宿啊 是啊 那大菜他哪有之论那两手啊 啊这可怜的孩子呀 啊 啊 啊 哎 哎呦宝贝你没事吧 快快快快 大菜 大菜大菜你快醒醒 哎还睡呢 快帮我去帮我去 哎呀 大白天睡觉也不关门 这孩子就都快靠地上了 哎呀我是怕挤着他 我就才给他放那边 你们怎么来了呢 我们来警察工作的 我看啊把孩子交给你是真不放心 哎呀那你们就带走吧 我们可没有你那么冲动 你还是好好自己留着吧 我那是冲动啊 我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你那是为了女朋友插朋友两刀吧 我是宁可自个儿挨刀 我也不愿意让朋友为难 不是你们大早上起来 你们就是过来跟我比心软的是吧 谁洗得给你比心软啊 要比你也比不过我们 你怎么不问我们来干吗呀 对 你们干吗呀 我们来接孩子来了 真的啊 哎呦我哎我就说林小辰心是最软的 是不是哎我要是天下第二心软 你就是第一 是不是 嗯对你太二了 你就真够二了 你这回扯平了啊 以后别再说我们家唐静给你做牛做马了 哎对对对这事啊扯轻了啊 以后你再别提这事了啊 嘿你们俩哎呦你们俩真行哎 在这儿等着我呢 行行行扯平了 算扯平了行了吧 看看您叫什么名字啊 大太 您现在才详细给我打电话了呀 不不打架了 我听牛嫂说昨天你到我们家来了 什么事啊 那是昨晚的事现在 你等着 哎 你把小彤的东西收拾一下吧 哎知道啊 听说你们昨天打架了 是烧了房子还是卖的地啊 那太没劲了吧 下次打架不闹到法院 坚决别打啊 能动手千万别吵吵 以后有什么好好说 吵什么架呀 让人看笑话是不是 行行行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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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好好照顾余英吧啊 照顾好她的情绪 别招她生气了 要不然我们姐妹团强强联手 你就死得很惨 放心放心 好嘞 哎哎好 闺蜜团真够团结的啊 林小佑数了我半天 我确实不太冷静 以后咱就不吵了 对孩子不好 对孩子不好 你要是 实在喝不下去就别喝了吧 也不差这点 那个 我再去给找找看看 有没有什么 更好的奶粉 我上网查查吧 哎唐姐唐姐 啊 你干嘛呢这儿 你你 你把这装上你 放哪儿啊 不是 这个东西林小知道吗 林小知道不知道啊 你带俩孩子咱们糖豆会受委屈啊 妈 那个我 那个我 王柯出事啊 那孩子没人管 那大菜那毛手毛脚的 他能带着孩子吗 你们说那该怎么办呀 就是说是一个陌生人 咱们也不能这么无动于衷吧 我跟林小啊都已经商量过了 把孩子呢就先帮他们带一段 然后等王柯出院以后 我们就把孩子送回去 那这事 那你跟林小商量过了是吧 那好啊 那这孩子你们自己带吧 反正是带人家孩子 你也担责任哪 你这儿做了好事 让我们俩的老太太出力是吧 不是有张姐的吗 张 张姐人凭什么呀 张姐是糖豆的御营师 她就是看糖豆的 你让人家看两个孩子 你要给人家出钱的 庆姐母 加什么钱呢够贵的了 你 你再整个更贵了这现在 别弄这事 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呀 干嘛呀 你坐一坐一坐 你拉我干什么呀 我那不是劝糖贱呢吗 你亲姐我没明白啊 干嘛还要给张姐涨工资啊 干嘛还要给张姐涨工资啊 你真是没明白我意思 我怎么可能主动给保姆长工资呢 王康那孩子你不想管吧 那当然不想看了 对呀 我也不想看 这样咱俩就达成共识了 你看啊 这孩子你不看 我也不看 到时候我告诉张姐 让她也不看 你看到时候谁管 终归他们俩人要上班的 最后那孩子不是 啊 一周见见 你脑子真好使 所以咱们俩必须 找到把店干了 你死了 哎呀 老婆啊辛苦了 开 呦 双人车啊 哎 ish 幸亏啊 咱们这车大 不然这没双人车都装不下 好了 回来 哎 床也来了 我已经给她安上了 这么快呀 还是金东靠普啊 啊 老婆 你给孩子买这么多东西啊 人家孩子来咱家了 咱不能亏待他呀 他跟唐豆一人一套 小儿 你这么实大体 真是我的好老婆 给我点个赞 嘿嘿 两妈怎么样啊 你说呢 两人搞上联盟了 还搞联盟 啊 说 他们俩都不管这孩子 让咱们俩管 我看啊 这以后是个大麻烦 我突然间有个预感 啊 这以后是个大麻烦 哈哈哈哈 行了走吧 你上楼推着 哎呀我哪能坐得下这个 哎呀不行 哎不错啊 妈妈走了啊 哎 哎那是谁啊 别想啊 哎哎 那个 唐剑呢 唐剑呢 那个唐剑呀 他那个楼上啊 那个小童啊 小童 我跟唐剑都商量好了 他待一天我待一天 您就放心吧 我们轮班来 可是那孩子跟 这 我这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那个我先走了啊 再见吗 上班啊 上班了 访风 张姐啊 啊 那小童的衣服洗好了 你帮助给运一下吧 啊 嗯 不好意思啊 我得先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 糖都该准备腐蚀了 好 來 爸 這麼笨呢你這孩子 你說你這這些大男人 怎麼能幹這種活呢 你的運衣服你別拧著勁啊 這手也不能離運到太近了 那不燙手啊 媽這手上那個燙一水泡 你趕緊趕緊的去拿那涼水沖沖 我給你找點綠藥膏 讓綠藥膏給你抹上去 呦小童哭了 哎呀你 來了 這孩子你看看真是 你這這運衣服這活 他就不是那個大男人幹的活了是吧 你這是要便捷呀 沒有怎麼呢 我變什麼姐 我沒有 我跟你說親家 咱們倆可是統一戰線啊 你這不能臨著你投降啊 不是您您聽我說啊親家 唐健就忙不過來 就起件小衣服大把手啊 心太軟 我跟你說你必須堅持住 那行那那那我那我我我不管了 哎你說這照片你是從哪看到的 這是我澳門一個朋友的Facebook裡面的照片 嗯 你看左邊那個那是他家孩子 你看中間 也像不像我們家丁丁 哎你別說 這側臉還真有點像啊 不過太虛了看不清了是不是啊 不會錯 這照片拍攝的地方 離顧峰家現在的住址特別近 我已經訂了今天晚上去澳門的機票 小萌還得托你照顧幾天 機票都訂了 怎麼都不跟我們商量一下 先別說這孩子住不住我家 這些都是小問題 你說你你一個人單槍匹馬的去澳門了 人生地不熟的 這孩子是不是定義 你現在也不知道 你到了那兒就算見到顾峰了 又能怎麼樣 我就是想問一問顾峰 他為什麼不聲不響地 拋下我們母女倆就走了 還給我留了一屁股的債 行了行了行了別激動 這大腿不疼了這種時間拍 我支持你啊支持你 你給我說了 你是不是因為想去看看顾峰 還有沒有回心轉意的機會 其實我就是想看看丁丁 我想知道她過得好不好 她離開媽媽過得好不好 又讓我開笑了 不能提孩子是不是 一提孩子就要流眼淚 去吧 把你這邊的工作交代一下 別誤了飛機 等我下班 我去接萌萌 真是麻煩你了 就你對我最好了 嗯 我原本啊想把毛 放到余英那兒幾天 我知道你那兒有小童不方便 嗯 但是萌萌的孩子去 她就願意跟著你 她睡沙發都願意跟著你 必須的啊 我皮做好啊 我給你一個小童不方便 哪個孩子跟我在一塊都高興 女嬰一天到晚老刺兒的 她不願意 放心吧啊 我睡沙發我都不讓她睡 美去不了你姑娘 謝謝 謝什麼呀 你最好了 你這天到晚的 我跟你說你到那兒 注意安全小心一點 好啊 趕快去吧別污了 那我走了啊 我還得回家收拾收拾呢 一路平安啊 再見啊 拜拜 那個到了澳門給我報個平安啊 哎 是啊 哎 哎張姐 哎 這小童怎麼不吃啊 她是不是不喜歡那個奶粉啊 那 那糖豆怎麼吃這麼歡是啊 啊 那當然 糖豆吃得像乳乳 啊 啊 那 可不可以 把林曉集好那個奶 應該小童吃一點啊 不可以 不可以 哎呀 反正都在冰箱裡了 去借我們吃一頓成不成 半點兒也不成 林曉集出的奶是糖豆一天的奶量 一點兒都不能差的 就是 你得先保證糖豆的供應吧 那個 那個 那個廚房那個粥粥粥一了 我趕緊看看這 來吃一點 這門新版啊 十毫米的發泡膠 十二毫米的擋口條和三十毫米的門套 都記清楚了 第一季度的所有的這個注意事項都寫在這個黑板上面了 到時候大家對照一下 要是有問題的話 以這張圖為準 都記住了嗎 喂 老婆給你看來點事啊 你說 能不能提供點那個鮮奶外送啊 什麼意思啊我正忙著呢 你趕緊回來一趟吧 那孩子等著吃你的奶呢 我早上的時候不是把奶擠好了放冰箱裡了嗎 你熱一下給它吃不就完了嗎 哎別提了這倆媽根本不讓動啊 我求你了我是真沒招都火上黃了 這小童啊這就不吃奶粉 剛才哭得嗷嗷叫的我這剛哄好了 你瘋了吧你 我這一屋子人呢開會呢 你這點我跟你說啊 你想想辦法啊 啊我這我這真忙著嗎 你回頭再說啊我一會打給你掛了啊 我這可可可而言 周路尚 我范子和夫世界在吃小夷 比了阿晋 嗯好國 feedback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那个 我中午没吃饱 我过来找口零食来 这儿没有 你到别地去找去吧 不是 妈 我 我就想喝口那个冰冻饮料 麻烦您给让一下 哦 妈 晓冬都已经饿醒了 您开个恩 赏他一口饭吃好吗 想吃母乳 你把他送回医院找他亲妈去 那有的是 哎呦 孩子哭得那么厉害 你哄哄他吧 你把糖豆也给糟哭了 哦 哦 哭哭了 哦 别哭啊 表朋友在一起啊 不哭了 不哭了 怎么哭成这样啊 还饿的呗 没吃的 这小姑娘太会哭了 白天晚上不停嘴的 我到下面去散步 人家邻居都听意见了 没哭了 没哭了 好 乖了 其实孩子的情绪是会传染的 尤其是这种空面的 有道理 赶快把他们隔离开 你带他到楼下去算的 妈 这孩子就是因为 没吃了才哭的 吃饱了就不哭了 你把他送回去 不就有吃的了吗 唐靖 我知道你心软 但是咱们帮人要讲原则 帮钱帮务都可以 但是咱们不能帮人家养孩子 你现在不听我的 将来有你后悔的 唐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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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啊 你丈母娘说得对 那个你呢 就带着小童 上楼下溜达溜达 可能这一分散注意力 就这孩子就不哭不闹了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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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啊 出去溜达溜达啊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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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楼 你说这人啊 我是觉得这人挺自私的 隔离就隔离吧 干嘛非让人家小姑娘下去啊 我 我就想 人家那个孩子妈妈 现在在医院呢 可能呢 这孩子想妈妈了 真的 我觉得那小孩 真是挺可怜的 你吧 这又心软了 我跟你说 只有林晓他们带不了了 他才能缴械投降 你看那个走了 这就不哭了呀 李儿是这么个李儿 可是我觉得 咱们这么做有点不厚道 听见我 啊 还得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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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让我抓个线形 不是 这小童吧 她是因为饿了才哭的 咱要是给她吃饱了 她就不会哭了 那糖豆呢 也不会让她招得直哭 您说是不是啊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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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别较真了 是我较真吗 糖豆刚才把奶都吐掉了 醒来之后 她肯定还会要再喝的 到了晚上林晓回来的晚 等于糖豆没有奶喝了 那林晓呢 要是回来得早呢 亲家 亲家 你看 就这么一小半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该是谁的 就是谁的 你不能乱了规矩 不是 你听话 哎呀 你就这 不是 别 走 你这 好了 这下谁都别喝了 不是您这人 亲家 我 您 您 您这人 怎么这么个色呀 不就是一小袋奶 您拿着规矩压人 您这家的规矩 也不应该是您定的 对 这家规矩不是我定的 但是我女儿说了总是算数的 哎 亲姐 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家里这规矩是您女儿说了算 那我儿子呢 我儿子说话不算吗 这家的户口本 这户主是姓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谁对这家里贡献大 谁又给这家里造成的损失大 那谁说了算这不是明白着吗 想要有发言权 就拿出真本事来 小杖 我是不嘱咐你 我让你保密 你怎么转头就给我高壮去了呢 不是 你什么人 平时救手的事 你说你就是不搭这把手 你什么都不管 那你干嘛你现在 你这挑拨 你这告状 你 你这人真是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打工你挣钱来了 你掺和我们家里的事干嘛呀 我说句稀里话 我 我这么说特别难听 我 我跟你说 我觉得你人品有问题 我人品有问题 对 我干这行这么久了 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人品有问题 对 我就是个打工的 但是我做人做事是有原则的 该我干的事 我一分也不会少干 不干我干的事 我也不会多干 我不搭手 那是因为我来的时候 咱们说得很好 我只负责带一个孩子 说得对 咱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不管那小姑娘的事 是你自己这么快就便捷了 你这不遵守原则 你好意思指责别人呀 哎呀 你这 这居家过日子 你什么原则不原则的呀 孩子饿了 你们偏不给人孩子吃 你说这么做 咱们是不是太不善良了 不认识的人跟咱要饭 咱是不是还得给人一口呢 这还不是别人 这我干儿子他托付的事 哎呦你你干儿子 你自己儿子那点事 他都没弄明白呢 还管别人闲事 有多大能耐 就做多大的事 其他无关人等 不要在这儿虾吃萝卜蛋操心 什么呀 我 我我我无无关人的啊 我好好好好好 行行行 我不跟你拜事 行吧 我走 我走行吧 我走了 怎么样啊 小彤 饿了吧 别着急啊 你看看 奶奶给你送奶来了 妈 怎么回事 你拿个包干什么呀 你们家的事我管不了了 我这个闲人跟你在这儿 就辞拜拜了 别 妈 别走啊 怎么回事啊